远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是 家住长春的宋眼华宋大哥 宋大哥今年69岁 大哥说呀 他可是成会过日子了 你看就说是买菜吧 楼下所有卖菜的地儿 他都得溜达个便 必须得买到最便宜的 买肉呢也就只买一斤 回到家里呢切成小块 一斤能吃一个月 就是吃完的冷面汤啊 他都得留着再吃一顿 那么这么会过日子的宋大哥 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你好 你好是宋大哥 谢谢 辛苦你们了 没事没事大哥 接着吧接着吧 我是红娘小吉介绍一下 好了谢谢谢谢 电视上看不看着我啊 经常看 宋眼华69岁 退休金1500元 丧偶住房面积50多平米 总看 我挺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的 你一天散面都不辣呗 一天散面都不辣 一天散面都不辣 到点就看 除了不再讲 再讲就看 宋大哥说 他可是咱们原来不晚节目的忠实观众 打节目开播啊 是一期没辣下播 每天三个播出十顿啊 记得那是滚瓜烂熟 宋大哥说 看节目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想想自己啊 那最大的特点 应该就是节俭了 出去买菜 就是我们这一左右的超市啊 大小超市 我都得走个遍 相对比较 看谁家菜最便宜 我走一圈回来 我再看谁家最便宜 是谁家买去 那你走多远呢 还对货币三家利弊啊 一出去就好几次 都在我这一圈之内 买最便宜的 买完了回来 我姑娘给我拿的保鲜盒 放到冰箱 洗完了 放到冰箱里头 这是我姑娘给我的保鲜盒 这是箱子一块钱一把的 这个是小椒 椒椒和葱 这个椒椒现在也便宜 一块多钱一斤 两块多钱一斤 然后你就觉得便宜了 你就都买了储存起来 对 那不是你就是说长时间坏了 你这都多少钱了 这个 这个那有个是一周吧 一周左右 这你看都眼瞅着变黄了 黄的黄的黄 我都吃的时候 把黄的摘下去 吃一点 冷的安全嘛 冷的也合适 买菜货比三家 要最便宜的买 就这宋大哥还觉得有点费钱 宋大哥说 一般的时候能不出去买菜 就不出去买 包括酸菜我都不买现成的 我自己腌 这一下子是抓一颗酸菜 而且比买的还酸 比买的还好吃 这也是为了省钱 对 这也是为了省钱 白菜几毛钱一颗 咸菜辣椒酱都我自己做 咸菜有做的咸菜吗 有做的咸菜 它是得先吃先泡 在哪儿啊 它别像那些冻子里 皮冻粉皮 都是我自己做 粉皮冻粉皮冻粉皮冻 最后都火都会 这是黄的咸菜 自制酸菜 自制咸菜 宋大哥说 这些在搭配上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便宜菜 一个月的花销就能节省出个三五百块钱 那这宋大哥一个月都不吃肉吗 你看一块一块的吗 就是做一顿菜的 就每次做菜用一小块肉 对对对 就是都是定量好了 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一点都不多不少 哎呀 就一次就用这一块 一块 对 那这一斤肉能吃几顿啊 一斤肉得吃一顿肉的 一斤肉吃一个月啊 二斤肉啊 对吧 你这日子太节省了 您瞧瞧啊 吃肉都得分成块 定时定量 一个月吃一斤肉 这宋大哥这生活是真节俭啊 宋大哥说 自己不仅在吃上节俭 在家里的其他方面啊 自己也是能省则省 从那个洗衣机里 把那水都拐住了个盆庄上 挂了从厕所 这个灯 你看 为了是为了省电 我就玩了 所以我灯一关 就打他就玩他 这能看几方 这在省电吗 就为了省这个的电 然后开他 他就已经就是 就是节能的了 就省电的 为了更省开了 还用它吃冷面 我剩下的冷面汤 一般吃完冷面吃完了 汤都冷了吧 在饭店呢 我不冷 我下头还隔壁箱凍着 下头我还用它 还用它吃下头冷面 哎呀 这宋大哥的日子过得真是精打细算呢 那这宋大哥为啥要这么节省呢 我83年来到长村的 今天来30多年 那时候你做啥工作呀 那时候就登三个车呢 登三车 上班不行啊 一天扔一块八毛六 不够用啊 我们得想办法嘛 我还就是给你送这个 送冰箱彩电 我做的最辛苦的是 拉一千斤地瓜 稻妻驴一千斤 拉一千斤东西 从广乎路拉到梦义腿火车站 十块钱 那是刚要杀冷 还没 刚要入冬 刚杀冷 头一天穿下薄面裤 回来回家之后 把这面裤脱一点都出水 你拉荡漆鱼拉了多少年啊 十七年 宋大哥说啊 从二十几岁时 他就带着老伴跟两个姑娘 从黑龙江老家来到了长春 初来乍到没啥活干 于是宋大哥就开始登起了三轮拉货 这一登啊 就是十七年 宋大哥深知挣钱的不容易 所以生活才会如此节节 今天没补呢 今天好像又涨百分之五啊 一千五百多一点 一千五百多一点 是自己交的 自己交的 自己交的 自己交的社保 对 我老伴赔了 给他交 交完了 交完了他开支开了一年 他就走了 他赔了 去世了 去世了吗 因为啥去世了 肺癌 宋大哥说 五年前刚给老伴交完社保后 开支不到一年 老伴就因肺癌去世了 留下自己一个人 宋大哥说 那种滋味不好受啊 我自己我感觉我没有安全感 我都害怕 我就是我要是得个突发疾病 连个打120的人都没有 所以说我害怕 什么时候 这就以前我不考虑这事 这岁大了 我就感觉这些事我都想 因为一个人太孤单 太没安全感 所以老伴去世一年后 宋大哥又惊人介绍 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老伴 我们俩一共是一年半到一起 这一年半的时间 他是得有一半的时间去回他家 他就掉到耳儿那边了 一个月得回去半个月 回去我得送到车站 返回来我还得到车站再接过来 这我还得给拿路费钱 是不是 一回去也半个月 那我要找个老伴 这么大所以找个老伴 我突然啥 这总也抓不住后老伴的影 让他对他们的日子失去了信心 于是在跟后老伴生活了一年半以后 俩人分开了 回想起这段小插曲 宋大哥说 自己是没少付诸 三万块钱九十一分钱没上 都干啥呢 买一手多花一万三 买一项链花两千多 这两样就一万六 完了我又给他 还得给他一万一千块钱彩礼 一万块钱彩礼 还给彩礼了 对 完了每个月我还得给他三百块钱 这三百块钱是啥钱呢 就彩礼钱呢 因为我条件不好 我就把按月给了就 啊就是这个一万块钱彩礼钱 当时要三万 我是不是拿不出那些钱吗 他按月给吗 哎呀 上这个大了我十会 这大哥呀 我傻 针对你的这个老伴啊 或者是啥好啊 这家伙说给钱就给呀 是啊 我自己勒紧固袋 对呀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 看看啊 这宋大哥对自己舍不得花钱 但对待感情 对待另一半 还是很舍得付出的 宋大哥说 尽管上一段感情自己没成功 但自己也不会放弃 还想继续寻找幸福 重新开始 长相的开眼园 啊 这个身体健康 啊 会躺眼会做饭的 啊 他的事实过日子 我要重新开始 像从小从小夫妻一样 重新开始 像从小夫妻一样 重新开始感情生活 这是宋大哥的想法 而同样 家住长春市的周玉京周大姐 也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孤单 想找个合适的伴侣 你好 是周大姐吧 对 哈哈哈 我找对了 周玉君66岁 丧偶 退休金2400元 住房面积50多平米 跟外孙女同住 周大姐说 因为大姑娘比较忙 没时间照顾外孙女的生活起居 所以啊 自打她退休后 外孙女就一直住在她家 我是饭店 那个饭店的 啊 新闻合同是饭店的 司马路 啊 现在不扒了嘛 就是国营饭店 对 国营饭店的 你在那会儿是做啥啊 我是炸活 麻花 油炸糕 大果子 炸这些 对 对 我就炸这个 天天围着那个大锅之外 啊 对啊 那是笨锅原先 烧梅也底下 嗯 嗯 那都是半夜里 一两点钟起来 炸 炸到早上下班 他反正他白天就不上班 啊 也挺新的 哎呀 那可累 可累了 那七分前一根 你知道这后半宿得炸多少斤呢 炸七八百斤面呢 虽然工作是围着锅台转 但从工作回归到生活 自己是没亏照自己啊 是想怎么打扮 就怎么打扮 我挺爱穿的 说实在的 你看我这个 我这里 我都是我的衣服 看 全是 我这里全是我的衣服 这里全是 你看 你看 全是我的 穿起吧 你看这个 公子够花 说实在的 我这里头都是大杯心的 你看 全是 你看 一说起自己的衣服 我这周大姐是满脸的兴奋跟喜悦呀 周大姐说 自己平时除了爱穿之外呀 也特别爱戴 这是耳环 戴一样 你看 这衣服的都是你的 有时候说有挂的 有窄的 有那个啥的 打开看看 你这个也是穿每个衣服配哪个耳环 对对对 穿裙子 这个真多呀 这都是你自己买的吗 对 都是你闺女给你买的 都是你闺女给你买的 这些你都愿意带 真的 有时候就带着去妹妹 那儿 多厉害 也有 有都长死了 长死了 有时候就长死了 长死了 有时候就 我不差带 我不差带 都跟着白子好干 我喜欢这玩意 喜欢这玩意 嗯 周大姐说 自己从年轻的时候 就爱穿爱戴 对此自己的老伴一点也不反对 一直都特别支持他 我家老头活着 但是我家老头脾气是不好的 嗯 但是你是穿戴 你花从来不说 哦 一回都没有说 就是想买就买 对 你想买就买 买回来说好看好看 嗯 完了从来不说不好看 嗯 一看来也 从来没受气 但是都是喝酒脾气不好 大人 是吗 奶酸都出面了 哦 就喝酒 喝大酒 他要不喝酒 他都不能 他是因为喝酒 嗯 他是糖尿病 嗯 你说你白酒啤酒 你都不让你喝了 你还跟连着喝 白酒喝啤酒喝 你管不住 然后就糖 就尿多症了 哦 尿多症完了 一检查 晚期了肺癌 周大姐说 老伴两年前 因肺癌 离开了他 尽管年轻时 经常因为老伴喝酒的事 俩人总是打打闹闹 但老伴的离开 还是让周大姐 觉得很孤单 很空虚 其实吧 我家闺女啥 她说妈呀 你看你多好啊 你这资格 你说你愿意干啥干啥 你愿意买啥买啥 你愿意吃啥 我们给你买啥 你说你这多好啊 空调啥都给你男生 你可不知道 这个没伴儿 没人说话 这屋 啊 你多难受啊 这一天就资格和资格说话 跟年轻人说不到一块去 你还不乐听 你有没有想过 你想找啥呀 老十八交的 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家 是不是 咱也找个普通老百姓家 能唠一块去 能说一块的 都这个顺顺了 不就是找个伴儿吗 周大姐说 自己就想找个老十八交的 能唠到一起去 说到一起去的人 红娘跟周大姐 简单的说了一下 宋大哥的情况 周大姐表示 可以跟宋大哥见上一面 可以 你好 你好 可以啊 我给你们做一下介绍大哥 好 周玉君大姐 宋免华大哥 就是老周老宋 真少吧 忘了 忘了 大哥你带大姐 参观一下你这屋 参观看一下吧 参观 你想 我感觉有压力 啥压力 他身体太棒了 我的天 个儿小 个儿不行 那你想找个就多高 咋得得比他高 那他个儿太小了 不行 一个觉得对方个儿太高 有压力 一个觉得对方个儿太小 这俩人刚一见面 都有对彼此不满意的点 但俩人都表示 可以再继续深入了解了解 退休开头前 我对自己交的养老保险 一千五 你看我说 自己交都可以一千多 对 结婚有好理对自己交 都是一千多 和有单位退休的不一样 对 我是单位退休的两千四 老保险就不行 一千五肯定是 只定性 我心里原先我没心思 我也没问题 我心里咋得也得两千多钱 就够了 两个人生活 我的想法就是说 吃饭有可能是够用了 我过日子我就是 怎么说呢 比方说出去买菜的吧 就是我们这附近这几个超市 我得走个遍 比方说五个超市 这五个超市我走个遍 完了我再对比一下 谁家最便宜 我上谁家买去 那咱俩性格肯定可能 是吧 我是谁家贵上谁家买 上市场就走好几个市场 看啥店买啥 我是啥贵买啥 对于宋大哥的工资状况 这周大姐有点在意了 觉得有点太低了 但对此宋大哥也有自己的态度 你我自己可以从我勒肚子 勒胳膠带可以算给我自己 但我不能给对方的面积 对方的方向去算进去 我算进我自己 我不能算进眼睛 人想吃啥 那就买啥 人想穿啥 就买啥 就得买啥穿 我就是对老爸好 这个嘴说出去 而且还得能做到 这是我的优点 再对好 你得吃热 得喝呀 是什么话是说的 你上市场的时候 我就对得好 给我点吧 那能给你吗 那现在多现实 一个人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就是你得什么 我一样 咋的也三千多分 我归内来给 一个月你花三千多 对呀 那个份量三千多 买衣服 旅游 你就是管说好 你离开了经济 你好啥也不好 你咋好 大姐在你的心里是 经济工作 对 对 你就是不说 太个哈对吧 你也得经济摆在第一位 你得够生活 五个话 我就先让他贴个点 让他有付出点 这是两个人的日子吧 宋大哥说 我虽然工资低 但是我苦自己 也得让未来老伴 过上好日子 周大姐说 对对方再好 也得拿经济说话 对此宋大哥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想让对方再补贴一点生活 那本来就介意宋大哥的工资少 宋大哥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周大姐能同意吗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我的想法 我也找对方 也能为我付出一点的 这也贴配我点的 靠我一人工资 可能过几不几的日子 我再拿出一千五 不是 那我何必 我找老婆 我干啥一会儿 我两千多 我只可花呗 你别只是我的钱 你养不起 你找老婆 就是互相嘛 都是单身 都是过的那种孤独的日子 我感觉说话都付出点很正常的 他的就是老的传统 加汗加汗 穿一吃饭 对 对 他的找物质行的 所以说这不行 我拿是我心甘情愿网上拿的 那你这么说讲 那么长还一致吗 那不可能 那我不可能了 真的 那就往下来别说 什么也别说了 大姐 你就是找老婆的一个 就是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你们日后是怎么规划经济方面 你有自己的想当吗 我要是说找着我心意的 找着我干啥的 我两千多总统 我认识 那还不是人不相当吗 这个条件不相当 人也不相当 这这这都明说了 那你就不用 我下就没有话可说的了 最后因为宋大哥的工资低 两人没能继续缘分 决定做个朋友 从宋大哥家出来之后呢 周大姐跟我们的红娘说 退休金呢 就是一方面 最主要是没有演员 要真要是俩人对撇子 这以后过日子 也就不会分你的我的了 宋大哥这边呢 觉得周大姐的气场有点强 自己干啥都没有啥底气 针对于这个情况啊 我们又